今天要介绍的是对流 对流啊 就是说我们流体 包括气体跟溢体 那么它的温度 因为区域的不同 有的区域温度高 有的区域温度低 于是呢 这些温度高跟温度低之间的 这些流体啊 会产生移动 会产生移动 通常都是啊 热的流体往上移 冷的流体往下移 所以那么 什么叫对流 这里的定义就是 在流体中 热量会由较暖的区域 传递至较冷的区域 它主要就是较暖的区域 传递到较冷的区域 这种现象 我们称它为对流 那么对流 可以分成自然对流 跟强迫对流 自然对流是什么呢 就是说 这个流体 因为它密度的不同 因为它冷热不同了 密度就不同 密度的不同 它的浮力不一样了 所以它会产生 产生对流 这种对流叫做自然对流 它自然就会这么 这么传递 那么另外就是 如果我们 一个地方有热空气 比如说我们 现在冬天 屋子里很冷 那我们有一部暖气机 它会产生局部的 局部的这个空气 变热 那么我们可以 用电风扇 把这个热量 吹到 别的地方去 因为我们这个空气 屋子里头 是一个平面的 它不是说 从地面 传递到天花板 比如说 从这个角落到 那个角落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用电风扇 把这个热气 吹到较冷的部分去 那这种的对流呢 我们称它叫做 强迫对流 而对流 要计算的话 相当的麻烦 因为它要看你这个 产生热的物体 是什么样的物体 它是水平的板 还是说垂直的放 那么这个产生对流 都不太一样 那很复杂 我们就先不谈这个 那我们 想最后一种 热的传递方式 叫做辐射 Radiation 所有的物体呢 它都会 以电磁波的形态 持续的 把它的能量 辐射出去 一面辐射出去呢 它一面呢 会吸收这个 辐射 进来的热量 那么热呢 热能 以电磁波的形态 辐射出去啊 这种辐射 电磁波 传递热的方法 就是用 辐射电磁波 传递热的方法 我们就称它叫做辐射 那么辐射呢 我们由这个 Steven 他做的实验里面 我们得到一个 结论 就是说 如果一个物体 它在辐射能量 或者吸收能量 的时候 它的能量的辐射率 或者能量的吸收率 与绝对温度的四次方成正比 应该就是说 它的辐射 我们就讲辐射好了 辐射率 与绝对温度的四次方成正比 这个就是能量的辐射率 Power 就是单位时间 放出去多少能量 那么 这个量跟什么成正比呢 跟绝对温度的四次方成正比 这个要稍微记一下 那这个 P P就是代表 这个物体表面 热辐射的功率 以瓦特为单位 然后再来看这个A A就是这个物体表面的面积 比如说你发炮的电灯炮 它的表面面积是多大 或者你这个电暖炉 它灯丝的表面 有面积是多少 A是表示 这个辐射体 它的表面面积 A是代表 E等等我们再讲 T 表面的克氏温度 Sigma Sigma呢 它是一个常数 是这个常数 它名称叫做 Steven Boltzmann Constant Steven Boltzmann Constant 那一就称为发射系数 为物体表面发射辐射的层数 就是说 它发射出去的这个热量 有几层出去了 所以它就是零到一之间 百分之百 或者是根本就没有辐射 这个只与物体表面的性质有关 看你这个辐射体是什么东西 是什么物体 什么物质 那么它的依值呢 会不一样 OK 物体表面吸收辐射的层数 它也会吸收 吸收辐射 那么称为吸收系数 它的值与发射系数相等 就是一呢 又是叫做辐射系数 辐射系数又叫做吸收系数 那么我们要介绍一种 叫做Black Body 黑体 黑体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它是一个理想的吸收体 就是说 所有射到它表面上的光线 的辐射线 它全部吸收 它不会反射 全部吸收 我们通常看一个物体啊 如果这个物体本身不会发光的 那么我们所以看得到它呢 是因为它把辐射到它表面的这些辐射线 有一部分的反射出去 那么反射线 反射到我们的眼睛里面 我们就看到这个反射线 我们就发现这个物体是亮亮的 那么这个有一种物体 就是凡是射到它表面的辐射线 它全速吸收 不会反射 因此呢 因此呢 这个Black Body 如果它本身不会发光 它是别人的光呢 照射到它的身上 那么它不会反射 因此你就看不到 从它那里发射出来的反射光 于是它就变成一个黑的东西 因为你看不到光线嘛 这个是理想的 就是说我们理想状态 这个是一个最黑的东西 如果说这个物体啊 它本身会发光 本身会 它的温度比周围的东西还大 那么它本身会发光 好像我们钢铁 在高温炉里面融化的时候 它温度很高 它就会发射光线出来 那么如果它本身会发射光线的话呢 那么它的发射率是百分之百啊 所以我们看它 它周遭的东西 发射率都没有它大 所以我们看它是最亮的东西 所以一个黑体就是 它又是最亮的东西 它又是最黑的东西 那就看它本身会不会发光 看它本身的温度 比它的环性高 还是比它的环性要来的低而定 好 那我们说一个温度为T的物体 像周遭发射的热功率是这个 那么这个就是它的发射系数 发射系数 那么我们说发射系数啊 也是吸收系数 如果当它周遭的温度为T0的时候 这个物体同时吸收周遭物体的热功率 所以呢 它吸收的热功率啊 就是这么多 这个时候这个是吸收系数 这个是它本身的温度很高 温度T向周遭发射热功率 这个是发射系数 如果周遭的物体温度是T0的话 不一定要比它高啊 反正就是T0 那么它也有辐射线出来 这个辐射线也会射掉这个物体 这个物体的吸收的这个热功率啊 就是这么多 这个Sigma是一样的值 但是不同的是 一个是T一个T0 这两个如果温度不一样的话 就是说T跟T0温度不一样的话 那么这个物体会获得或者会损失热功率的净值 就是这两个的差 这两个 如果它发射 它的温度比较高 那前面这几个都一样啊 E Sigma A都一样大 T比较大 所以这个值比较大 它发射的比较多 吸收的比较少 它同时发射 又吸收回来一部分 因此它 它就有损失的净值 如果它的发射的温度低 周遭的温度比较高 那么它发射的热功率比较少 吸收的比较多 于是它就有吸收的热功率的净值 这个 就是这个试着 很简单 也很重要 如果当一个物体 跟它周遭物体达到热平衡的时候 热平衡我们就是说 你辐射出去的热 跟你所吸收的热功率 辐射出去的热功率 跟吸收的热功率相等 这两个值相等 就是这个等于零了 那就表示这个温度 一定了 它跟周遭的这个物体的温度 就保持一定了 好 现在我们看这一章的 最后一个例题 这个例题是说 这个例题是说 有一个人没有穿衣服的时候 他的体温是35度C 寝室的室温是20度C 那么在10分钟内 因为他没有穿衣服 他的温度比较高 那么他辐射就会有损失 因此我们要问他 10分钟之内 他损失的总能量是若干 假设这个人的皮肤 表面积是1.5个平方公尺 发射率就是1 等于0.9 好 那你首先就要 写这个问题 你就要从这个 这个SigmaAET4之方来讲 这个是他的发射出去的 这个是他从周遭吸收回来 他在35度C 你要化成绝对温度 他有辐射能量 辐射出去 20度C也有辐射能量 他是吸收的 于是发射出去的跟吸收的 这T4之方相减 这个Sigma是这个 A是这个 你们以后写 写 写 答案写 就是做题目的时候 每一个东西 它的 每一项 它的单位都要写出来 单位都要写出来 OK A是0.9 然后这里就是 35度C 加273 35度C 然后在 就是20度 加273 290 13K 40分 这个值算出来 是125瓦 瓦就是每一秒 有150个胶耳的热量 辐射出去 辐射出去 从他的身上跑出去 所以他会觉得 比较冷 或者是比较凉 20度应该是觉得有点冷 那么10分钟 损失多少能量呢 那就是Power乘上时间呢 Power是125瓦克 Delta T 10分钟 10分 乘60秒 就是600秒 7.5乘10的 40分 胶耳 这个能量 相当于两盏 60瓦特的灯泡 所消耗的能量 那么 这个 这是一个例题 那么这一章啊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